6月7号啊,就是星期四这天呢,我们全国二科的医师呢,有一个年会啊,去学习啊,去学习,然后呢,随于视频是在星期三晚上,就我现在说话的这个时间,实际上星期三晚上提前误播了,而且因为不是门诊日, 这个是以前的一些存货啊,视频当中有一部分应该是可能是放过啊,挑选了一些啊,相对的比较啊,干燥一些的啊,就咱们通称的俗称的硬菜吧,呃,做一个小的合集啊, 有一般来讲,周一周四呢,我们都是定期的更新,这个呢,严格意义上来讲,就不能叫更新了,这个只能说是回顾啊,回顾, 丁鸣的块啊,干性的丁鸣块,呃,将外耳道呢,完全堵塞了,这个处理起来是相对比较容易的啊,因为一个是体积并不是特别大,第二个呢,它是比较干燥的, 啊,钩汁基本上就足够了啊,好啊,咱们以前老说的这个,黄金矿工啊,呵呵,又出厂了,走, 钩汁呢,要逗到这个丁鸣块的,呃,身上啊,从里往外,基本上就能带出来一块大的啊, 走泥,哎,叶盒还是碎了一半啊,这个体积不太规则,不是一个标准的啊,咱们一钩子出货的, 有地方大一点,有地方小一点,啊,这两天特意惹,啊,这人好像以前是不是有过外耳道胆脂瘤啊, 外耳道里明显的有一个扩张的痕迹啊,这是一个女性患者的左耳啊, 啊,这是第二个病例,不是同一个人的啊, 后天也加工过啊,可以看得出来中间有, 明显怼过的这个凹陷啊,窝窝头的那个坑, 像一个, 扫尼儿似的啊, 大家看到的这点呢,我已经离开北京了啊,呃,怎么这话听了这么便扭啊,那个啊,不在北京了啊,在,应该是已经可能到了,在路上了吧,去合飞的路上啊, 在合飞,啊,以参加会议为名啊,去放松一下,当然呢,也是看一看我们耳科同行们,这一年来做了哪些,新的一些手术操作啊, 啊,给大家交流一些经验体会等等,有很多前辈会讲课的啊, 勾字有点短啊,换一个稍微长点的勾字,能一勾子就出来了, 现在回过头看以前的操作啊, 感觉有些地方还有很好的这个提高的余地啊,好,出来了, 一大早糊糊, 好,想露出清晰的骨膜啊,这就可以了, 这是个老人, 这个好像也是个老年人啊,这个就是个纯天然啊,大家一看这个丁铃块的,老粉丝就能看出来啊,可能新的朋友猛,你看还有点蒙圈, 不明白为什么这就是没加工过的啊,表面的这个痕迹是不一样的, 就看他们那个什么古董健保那些行家,有的可能说的不是那么头头是道,但一眼他就能看出来你这是假货啊,因为他们真货看的太多了, 这个身方好像还有点真菌感染啊,这个真菌块,外边这个丁铃块堵的时间长的话啊,身方有的时候就会有这种,真菌样的东西啊, 现在想这可能弄不好整个都是真菌的, 把它从外道里啊,大部分的玻璃出来,从后方勾着屁股啊,走你一处来啊, 这一大图啊,金黄金黄的啊,后边带点,有点真菌啊,这就在拿吸引器了, 换吸引器啊,清理剩下的这些, 粘块啊, 有点疼啊,这个在外道里操作呢, 沐尔道的三叉神经的末梢啊,很敏感啊, 这个后续还得使用,抗真菌的药物啊, 啊,我这个发音按说是不正确啊,这个菌字,应该正儿八经应该念君呢, 但是我们都习惯了, 啊,好像我们这行很少有人念君的啊,大部分都是念真菌的,北方的,我不知道南方的同志们怎么念啊, 这个是一个,也是算是干块啊, 因为这个勾枝就很容易啊, 带点毛的,简直就是个混凝土啊, 行,这个倒省事啊,一勾子完事, 里边光光溜溜溜的啊, OK,又是个澡湖啊, 好像这是同一个人, 对,这是同一个人,两个耳朵啊, 以前老说的这个天赋异禀,这就没办法, 这边这个更硬啊, 还好上面有个比较大的份啊, 这人也比较能够扛得住疼, 有的人就特别敏感啊,没法碰啊, 行,撬松了啊,从底下先把这个, 牛乳干的底儿撬松了, 给我这儿进去, 1,2,3,4,5,这是第五个, 第五只耳朵啊,我一般说, 几只耳,因为有的人好像有几个是同一个人, 这边这个块要大啊, 稍微来花点时间, 之前在微博和头条上都问过这个粉丝朋友们啊, 这个去安徽有什么好吃的啊, 好像小龙虾排在第一位啊, 后边也有很多朋友啊, 一看就是自身吃货, 列了一大串单的, 估计这个是吃不过来了, 先把这个主要的先吃几样吧, 白天参加, 听了我们的前辈讲课啊, 晚上有空就出去胡吃海菜吧, 好,这儿啊,进去,可以住, 送你, 哎呀, 这个, 稍微费了点劲啊, 好了, 大枣糊, 出来了, 里边啊, 骨膜完好, 弯到皮肤点擦虹, 这枣糊, 跟个棒吹声, 掉地上, 嗯, 这好像是个老奶奶, 到了这个, 牛肉干级别啊, 今天的这几个病例都是这种, 这种能看的比较, 清爽啊, 哈哈, 不像个单支流, 最近好长时间没单支流啊, 倒是有几个之前啊, 来复发, 来复查, 复查的, 之前清理过啊, 隔了几个月以后复查呢, 里边有些顺色, 有些这个上皮的狡猾物啊, 那奶奶也是啊, 很有天分, 耳朵里堆了几十年的存货啊, 被我们的钩汁, 撬动出来, 这种就狗头金级别的啊, 好了, 出来了, 好, 骨膜完整啊, 边角有点碎料啊, 这以前, 没有打扫周围的习惯啊, 强迫症朋友们, 看见了又可能又受不了了, 大块拿刷就行了, 别那么纠结啊, 好像还是这老奶奶的另外一侧耳朵, 这边好像就要简单一点了啊, 这种呢, 比较干燥, 然后体积不是特别巨大的, 处理起来相对比较少事啊, 这个身方还有点黏糊, 偶的时间长了呢, 勾住, 出来啊, 这个举着手机躺在床上看着朋友小心啊, 一会儿被这个从屏幕里掉出来, 掉你嘴里啊, 好,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啊, 我们下周一回北见, 好, 好,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